今天来医院做理聊 跟大家来聊聊美国的救护车 在美国呢没有120 也没有119 也没有110 只有一个号码就是911 只要你一打这号码 三个车就来了 所以轻易不要打这个电话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有一次啊大姨妈来了肚子疼 都要晕过去了 路人问我要不要给我叫救护车 我说你千万不要给我打911叫救护车 因为刚刚来美国还没有保险 打一次坐一次救护车 就算只坐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 一次就得两三千美金 所以在美国一定要买保险 买了保险以后 这些费用都可以省掉 我经常说美国是发达国家里边最差的国家 所有发达国家都免费医疗 只有美国没有 必须要自己买保险 不过从去年疫情开始 美国的保险降到了一块钱一个月 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客户忘了吃僵压药 结果呢就连夜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里边去 医生就给打了两枕 吃了两个药片 留院观察了24小时 第二天出院的账单是9000多块美金 还没有包括医生的费用 医生的费用要过一个月以后 给他寄账单寄到家里边才有 所以美国的医疗费用太贵了 给他找到医生的费用太贵了